现在直播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表达自我 或者是平常联系的一种很普遍的方式 那如果警察抓歹徒这种过程之中 真实感的场面也透过直播出去的话 应该很多人也都会觉得非常好奇跟觉得很刺激吧 接下来这部电影呢 它的紧张程度刺激的程度 好比说是极客救援加上完命直播 这部电影是绝命直播 在里面找来了之前在全面攻占倒数救援里面 饰演总统的亚伦艾克哈特 他这次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要化身一位正义感的警官 那他在里面叫做潘妮 潘妮警官他在一次的任务里面 他误杀了歹徒 但是这个歹徒他可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为什么呢 它是什么世界的线索 他攸关到警长沃克 他的女儿克劳弟被绑架了 而这个歹徒他是唯一的线索 我说潘妮你就这样把他误杀了 你就这样把他杀害线索不就没了吗 那所以这个潘妮 他就因此对他工作有所影响 他想要自己私底下来弥补他的过错 所以他就想要展开了救援行动 他想要去救出这个警长的女儿克劳弟 那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位新闻的女记者 她叫做艾娃 艾娃她是一个自媒体 她常常在她自己的一个新闻频道里面 来讲述一些或是直播一些新闻 有关正义 社会正义的一些议题 而她就知道了这个潘妮 她要去追这个绑架案 她就觉得很有兴趣 她想说我如果直播的话 我这个观看人士应该会突破新高 所以她就是要跟着这个潘妮警官 想要跟她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随着这直播一出去了 那他们心中不是就被歹徒给掌握了吗 他们要怎么样在时间里面 来完成这个救援行动呢 我们来看绝命直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Claudia was kidnapped You shot the only lead that we had Can you tell me about Chief's daughter?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re being live streamed to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now You're a reporter? Can you turn that off? You're right Someone took books of a little girl She's in a box somewhere and she's gonna drown I can't let that happ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